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赛季至今接连在德国赛 全英赛折几沉沙 幸亏在韩国公开赛温洪扬一名惊人 一黑到底战胜印尼名将乔纳坦夺冠 但这样的成绩也不足为喜 南丹的整体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亚锦赛国宇南丹依然以年轻球员为主 走多远成为最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宇南丹正在历经更新换代的阵痛 陆光祖 赵俊鹏的表现难堪大任 只能希望年轻球员快速成长 因此亚锦赛派出孙飞翔 李时峰 温洪扬 雷兰西等年轻小将 以他们为主力核心备战巴黎奥运会 在这其中刚夺得韩国公开赛南丹冠军的温洪扬 温洪扬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毕竟球迷和外界对他的期待不只是一个冠军而已 希望成长为国宇南丹新的主力核心 之前的韩国公开赛南丹冠军让温洪扬一战成名 毕竟这个冠军来得颇为意外 因为温洪扬原本没有资格参赛 其他队员的退赛才让他有机会入围 可谁曾想却成为赛事最大黑马并一黑到底 在夺冠之后温洪扬表示 这个冠军给他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 这对于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刚夺得南丹冠军不久 但温洪扬的世界排名还是在100名开外 因此亚锦赛也要在资格赛打起 拿到正赛门票成为第一个目标 首场比赛面对颇具实力的沙希德 温洪扬火力全开展现出极好的竞技状态 在攻防两端都能死死压制对手 展现出与排名上的严重不服的实力对比 比赛开局温洪扬用凭借强势的进攻占据先机 在身材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沙希德没有太多的反击两侧 很快就以11比21落败 第二局开局温洪扬就取得大比分领先 面对着犀利的进攻态势 沙希德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而且越来越多的非受破型失误 让比赛彻底失去悬念 最终温洪扬越打越兴奋 进攻的似乎已变得不可阻挡 21比9清风拿下第二局 并以总比分2比0横扫对手 为国瑜取得亚锦赛开门红 两局比赛都清风取胜 看来温洪扬的竞技状态非常不错 或许是双方间的差距较大 整场比赛温洪扬打得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无论是上肢动作还是脚下步伐 都发挥得游刃有余 在进攻中的杀球力度和落点控制都非常出色 看来林丹接班人确实有着不俗的实力 第二轮温洪扬将与皮奈宁争夺一个出现资格 从双方的实力对比上来看温洪扬占据明显优势 因此只要正常发挥拿下比赛完全不在话下 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要以赛带练为后面的比赛打好基础 期待温洪扬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